我可能不是要按那个无网的情况下的来操作 按那个压缩包上里用那个包 有一个手够不到 昨天有在那个微信群里有给大家提供这个fisco.tar.gz的这个包 那我们接下来因为我这边网也不好 所以我一线我直接只用这个包里面的东西 来大家来搭那个一条fisco的链 我首先是解压这个包 那解压完之后它会有一个叫做fisco的目录 那目录里面呢 我打包的时候放了这些东西啊 一个叫做build chain的脚本 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帮我们生成配置的 一个consult.tar.gz这东西我们待会后到后面需要用到这个交互式的控制台来做些操作 然后我提供了两个二进制 一个是Links下面的 一个是macOS下面的 大家根据自己的系统选择就好了 那现在其实操作到我这一步 其实我已经把这个这一步的下载build chain脚本已经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说我要用build chain脚本来搭这个一个四节点的联盟链 那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个参数 一个-L指定你要搭建的节点会在哪些IP上 每个IP上会有几个节点 我们这里示例里面给的是说 我会在127.0.1这个IP上搭建一个四节点的联盟链 然后会有一个-P的参数 就指定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几个端口 默认是说P2P是30300 Channel是2020 然后那个-JSRPC是8545 那我这里因为是- 这里你看我前面提到的 那个-默认是监听127 如果需要万号访问加那个刚安的参数 它会把那个默认监听写成0.0.0 那我这里是没有网的情况下 所以我会多加几个参数 是不是不太能看到 待会我一敲就看 我这里 往上拉一点 我刚刚就这部执行完其实链已经打好了 那我做的操作是说你看-L的参数还是在 对不对 -P的参数因为是默认值 我这里没有敲 然后我用了一个-E的参数来指定我使用的二进制 这里我是一个Ubuntu的系统 所以我指定的是Facebook Post-Linux 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是要在自己实际用的时候 如果确实是在没有网的环境下 是要大家体现下好 然后我用一个-V的选项来指定了我当前的一个版本号 那我们当前Facebook Post-Linux最新的是2.0.0 2.1.0这个版本 所以我用-V指定2.1.0 那你看它会打印一些输出 在这个这边不好看 我们先看这边 脚本执行的时候会打印一些检查性的输出 当它打印到这一句 全部完成的时候 那你整个链就搭建完成了 其实本来是说 最前面安装这两个OpenSSL和Code的依赖 Code就是说 我之前这个脚本 就正常情况下 你有网的情况下 它会去把这个Facebook Post-Linux 可知性出去 从那个Gun 给它们下载下载 那我当前没网 我用-E指定了 它是没有用到下载的指定的 然后我们会用到一个OpenSSL 在这个脚本里面 它需要去生成 你看这儿有提示 Generate CAP 我们会去生成一套资签的证书 然后这个证书生成的时候 会用到OpenSSL的版本 这里需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的是说 我们对OpenSSL这个工具 它的版本的要求是1.0.2以上 OK 那我们生成好Facebook Post之后呢 那我们就启动它 那我接下来 因为已经不依赖网络了 我直接拷贝这里的指令 过来执行 那个警告是什么 哦 你说这句是吧 是吗 证据就是看到了吗 127.0.1 我还是想提醒用户 当你要外网放门的时候 注意要把这个监听的IP 不要用127.0.1 就因为真的是有不少的用户 它的网络学得不太好 然后它的那个不太了解这些知识 所以我反复的希望在这提示一下 我先启动啊 我待会会跟大家介绍那个 这个东西具体的配置在哪里 四个节链已经启动了 我们现在这个文档里面走完啊 我先把这个文档里面的指令说完之后 我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目录里面 就是搭建好的这个Facebook的链里面的目录结局 以及目录里面有哪些文件 然后以及相关的配置文件 有哪些配置项需要大家关注的 那我们照着文档走 第一步是说我还要检查一下进程 虽然说脚本告诉我 它已经启动成功了 那我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有四个进程在跑 那直接拷贝脚文档里面的指令 过来到这边看就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四个Facebook 不扣死的进程 Node0 Node3 Node1 Node2 就是我们刚才搭建的四个节点的一条链的四个进程 OK 那进程 这里有提示 如果进程不为四 那你有可能就是那个节点没启动成功 没启动成功 一般情况下都是你的端口被占用导致的 你自己去检查掉 那我们还是走下面两条指令 快速过一下 其实就是第二这条指令拷贝过来呢 是说我要检查一下我的 你看这里其实是说从Node0的log里面去看信息 我要检查一下我这个节点有没有和其他三个节点建立连接 这个东西在你们在那个多个服务器上部署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 你要看到它的P2P的连接是不是正常的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会输出一个连接数是三 因为这个连接数是说从我这个节点的视角来看 我连上了几个节点 那一共四个节点 从每一个节点的视角来看 它连的都是另外三个节点 所以这个数字是三 十秒会打印一次 也就是说如果有没连上的 我每十秒都会去尝试和它再次进行连接 OK 那看完网络的连接就看一下共识 那整个区块链呢它都是共识驱动的 你一定要确定整个链上的节点能够正常的共识 它们的状态是OK的 那看到打印++++就说明这个链是正常在共识的 OK 那文档里面这两个执行完之后呢 我这里如果是我照着文档执行 当然也没什么意思啊 我这里是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配置和目录啊 这个这个文档里面也有 文档里面呢是在 我们所有的配置相关的东西呢都会在这个使用手册的配置文件配置项里面 而我刚有提到的原码编译是在这里获取可执行程序 这里面会介绍到我们目前提供的除了有自己编译好的那个官方编译好的二进制 还有刀客的镜像还有圆码该怎么编那那里面都是有的 那配置文件配置相是在这里的 当大家需要的时候再去详细看就行了 我这里会介绍几个比较 重要的配置相 OK那我们进入节点这个目录啊 可以看到节点这个目录下简单一点啊 可以看到有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以IP命名的文件夹 这里面放的就是我们刚搭的四个节点 如果你在搭链的时候是多个IP 那会有多个IP的文件夹 你需要把对应IP的文件夹 考到对应的机器上去启动就好了 然后会有一个SERT的目标 这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Facebook Cost P2P建立连接以及Channel建立连接的时候 需要生成一套证书 这个SERT里面放的是说 我们会有一套自签的CA的证书 那有些用户使用过程中呢 可能是说 我可能是会去找权威的CA机构 去买一套证书 那你到时候呢 把买回来的证书 按照我们的要求 放到我们对应的位置就好了 如果你是说还有一些用户 他说我自己内部的那个开发的时候 我有一个自签的CA 我会给每个应用签不同的证书 那也OK 你只要按那个 我们的结构签成那个对应的样子 放进去就好了 那关于证书的介绍一样 在文档里面是可以找到的 使用手册里面会有一节 叫做证书的说明在这里 相关的大家都需要用到的时候去查就好了 好 证书的文件夹里面我就不细看了 我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诺的目录下面呢 会有四个文件夹 这个里面会放一个二进制 然后会有四个文件夹 会有两个为了方便我们演示的时候 start off和stop off的脚本 这两脚本就是启动四个节点和停止四个节点 没什么好说的 那会有一个SDK的文件夹 这个里面会有三个东西 一个叫做CA.CRT 一个叫做SDK.K SDK.CRT 那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 SDK和那个节点建议连接走的是Channel的协议 Channel的协议是SSL的 走TLS的那个 它会有那个SSL握手 以及那个那一套的流程 会需要用到那个证书和诗要 以及根的那个证书 所以这里面会有SDK的 为SDK准备的一套证书 当你使用那个SDK开发的时候 你必然是要把这一套考过去的 甚至于我们待会使用那个控制台和节点交互的时候 也是会有考费证书这个过程 OK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每个节点下面的目录的结构 那节点下面其实你刚声称好的时候 是会有一个conf的目录 这里面会有一些证书 刚刚我们提到证书相关的文件 以及一个穷足相关的文件 那Facebook2.0是多穷足的 每个穷足的数据共识都是隔离的 相当于一个多账本的意思 然后呢会有一个叫做config.ini的文件 这个东西是需要大家关注的 因为所有的网络相关的配置 就是不同穷足共用的那个网络的配置会在这里面 我待会会打开告诉大家 就是刚才因为一直提到那个channel啊 那个东西默认间 你要去要改正面一个配置 就你在用服务器上的时候需要把它改成你用服务器对应IP 我待会把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些stop的脚本 stop的脚本 以及这里面有一些scraps目录 下面会有一些当你要创建新群组的时候 让它动态加载的一个脚本 然后会有log和data log呢就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我们节点运行过程中产生的 产生的日志 data里面呢会有每个穷足的链上的数据 整个细节data的目录我也不看 我们这里主要跟大家看一下的是这个 config文件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前面有两个段 这是个NI格式的文件 最前面有两个段 一个叫RPC 一个叫PXP 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这个 这里有一个127.0.1的IP 当大家如果开发的时候 你的这个节点是在用服务器上的 你的SDK做交往或者做什么Python 或者是NodeGIS的 你开发的时候 你的那些代码是在你的本机上的 那你要走网络连到你的用服务器的时候 那这里呢你就需要改一下 改成你用服务器的IP 一般不是用服务器的IP 用服务器的IP 因为它有那个虚拟IP的机制 它自己网卡上是没有那个IP的 你监听不了 就是它的公网IP你是监听不了 所以比较简单的方式 我们自己做开发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127改成0.0.0 然后充其节点就OK了 然后我需要另外提一下的是 这两个端口就是我们有提到的 Channel端口 以及J3RPC的端口 如果你端口冲突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改一下 就平常不需要太关注啊 然后这里呢 我需要提一下的是会有一个列表 我们刚才有提到P2P的时候 每个节点都会去和其他节点建议连接 那这里就配了其他节点的IP和POD的相关的信息 如果你是多服务器部署 那个这个IP就会是 就刚才的时候 那个如果你是两个IP 你们要去的同时 不能够的 我们要去的对方 我们的反应 把我们的反应